放下碗 魏英对着她傻乐 蓝湛是即便站在人群中也自带结界的人 满脸都写着深入雾尽的危险气息 却愿意和她共用一个碗喝汤 这说明什么 魏英想想就开心 看着倒映在高级大理石台面上的俊美身影 脑海里顿时浮现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面 她心自婉转 突然想将那些画面全数呈现在画纸上 蓝湛被魏英的笑整了一颗心气上巴下的 又控制不住地用余光去寻魏英的双眼 也不知是谁起的头 伴着这梅花的暗箱浮涌 他们聊起了一些往事 我爸非常宠我 说我是他的小福星 给他带来好运气 收养我之前 他是一个伐木工人 之后他加入了我们镇里的建筑队 一年后就变成包工头 带着一批人单干了 队伍越来越壮大 还开了一家建筑公司 魏英一边画画 一边有些小得意地说起他的养父魏宁 他时不时会抬头看向站在他对面的蓝湛 蓝湛看上去是在装化入瓶并撒盐 但他听得非常认真 问道 你父亲收养你时 你几岁 六 七岁吧 我妈给我看过我的收养登记证 魏英从蓝湛的眼里读懂了他的期许 淡淡地笑了笑 解释道 他们是在一座桥边捡到我的 我妈说我的生生父母留了纸条 说养不起我 后来我爸去找我们那里的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 我才抱上了户口 魏英的语气很平静 他的淡然一笑却让蓝湛呼吸一致 手上不再动作 蓝湛问出了自认识魏英后心中一直存有的疑惑 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份工作 过年为什么不回家 对有些人来说 赚钱远比过年来的重要 魏英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我爸负责成建的一栋楼坍塌了 死了不少人除了保险公司赔偿的那部分 他还欠了很多钱 负债子还 我得赚钱啊 你父亲呢 魏英停止作话 低着头 抿紧了嘴唇 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裂开 冷风灌透 疼得让他没有力气发出一个阴结 蓝湛察觉到他的异样 刚想说对不起 却迎上一张笑脸 只是 那笑意不达眼底 他不在了 魏英简短回答后马上转移了话题 不说这个了 聊聊你的魏英 蓝湛一愣 连忙否认 不是我的 他背过身去 浅眸里有笑意一闪而过 面上分毫不显 唐思年也经常在魏英名字前加这样的前缀 蓝湛从不否认 这次却否认了 因为这很微妙 无论眼前这个男孩是不是长大后的小卷毛 他都不能承认 魏英轻笑一声 你的弟弟不就是你的吗 你怎么这么容易害羞 像个姑娘家 说说吧 你和他的故事 蓝湛说起了小魏英 那个和他相处不到两年 却让他找了十几年的小男孩 期间他又泡了一碗暗香汤地给魏英 梅花在水中花开如生 芬芳悠雅 蓝湛愿意打开心门 和自己说这么多话 魏英嘴角就摸下来过 一边默默地听 一边自意的话 随着手中画笔的摆动 灵感在空白的纸上尽情绽放 聊的是别人 两人之间不知不觉中 却平添了一份亲密 两颗心的距离越来越近 近到似有火花擦起 在彼此心中熊熊燃烧 又被他们小心地掩藏着 直到蓝湛的手机 盯得一声响 这场聊天才终止 他收到一封邮件 是斩阅发来的 关于魏英的身世调查信息 有一部分内容 蓝湛已经听魏英说过 他的视线锁在几行字上面 魏宁在晚上回家的路上 被讨债的其中一个人活活打死了 那人已伏法 当时魏无限15岁 差点辍学 他到伤者家里一家一家的球 保证他大学毕业后一定会把钱还上 这段话刺痛了蓝湛的心 他终于明白魏英为什么 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成熟 又为什么时而如太阳一般暖人 又时而如玫瑰一样带刺 蓝先生 你看看我的画 魏英举起手中已经完成的画作给蓝湛看 蓝湛抬眸 手中的手机差点掉落 画上日光和续温柔 漫山开遍黄色的风信字 以白衣男子单手之恶 一躺在高高的树干上 一朵洁白的月兰花鞋插乳瓶 一株娇艳的红勺要置于怀中 衣摆随风飘扬 仙气十足 行神俱佳 魏英没有画那人的五官 蓝湛却觉得 这男子好生熟悉 但又说不出来在哪里见过 魏英笑得有些神秘 花飞花 物飞物 夜半来 天明去 我的寒光君也 所以 这幅画就叫我的寒光君 怎么样 你的画 你做主 蓝湛把装好梅花的瓷罐 放进橱柜内 啪的一声 把门重重关上 拿着手机 上楼 回了自己的卧室 魏英单手情着画 趴在桌上 自己一个人笑了好一会儿 然后重新拿起画笔 一笔一画将画中人的五官 精细地刻画出来 第二天 阳光暖絮 气温回升 更加是一去海边游玩 蓝湛自己要陪同蓝夜去 所以他只叫了司机负责开车 再加上魏英 四人成行 有了前车之鉴 一早见到蓝湛 魏英不敢再主动提让蓝夜去拥抱他的事 吃过早饭 帮蓝夜整理好帽子 衣服后 魏英牵着他的手和蓝湛一道网汽车走去 路上 蓝夜歪着小脑袋问魏英 魏哥哥 今天不玩抱抱的游戏了吗 魏英不由福 这小孩记性不是一般的好啊 他看着走在他们前面的蓝湛背影 低声说 不一定每天都要 蓝夜大声质疑 你不是告诉我做事要持之以恒 不能半途而废吗 蓝湛停下脚步 转身问道 什么事